搖關縣市BNT疫苗出現了搶打潮 配合中央政策臺中二十號開放樹里 五十歲以上新冠疫苗的第二次追加 記得堅救 結果文新森林公園 一大早出現了人潮 甚至有外縣市的民眾跑來打 更多內容電影來看 BNT三三十七而已 一大早文新森林公園就大排長龍 民眾排隊排成長 為的是要搶是打BNT疫苗的號碼牌 就怕搶不到 九點半才開打 有人早上五點就來排隊 但是台中BNT疫苗只剩下兩千多劑 接種站每天只有限量一百劑 阿光為了打個疫苗在人群裡排隊 排到滿身大汗 就連外縣市的民眾也跨縣市跑來排隊 醫生說很多人擔心第三季的保護力快到了 但是又怕第四季打莫德納會有副作用 堅持要打BNT 再加上配合中央擴大第四季接種 五十歲以上的民眾都能預約 老人家青少年通通來搶 有人打不到甚至不肯離開 導致接種站每天都大排長龍 出現了BNT搶打潮 記者賴文梁芳品文台中報導